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广告而已 没错 我们吃饭会不会饱呢?会的 喝了水后会不会没那么渴呢?会的 不过这是从肉身来说 肉体来说 就不是灵性 我们人最深的饥渴 是不能够解决得到的 不能够给我们力量的 在这里我想起 加以国答的圣德兰修女 他对性体 他从性体内 体会到那份很大的力量 爱德的力量 他能够去照顾 社会上的贫穷之中 最贫穷的人 为什么呢? 他有一次回答很多人的问题 他说 因为 穷人和 性体是二而为一 性体就是天主的贫穷 为什么呢? 因为那位说 这是我身体的 耶稣 他也说 我饿了 你给我吃的 所以 他回答很多人问 他说 那些修女 你们那些修女 人外会的修女 常常都这么开心 这么有力量 去做他们做的事 其实这些力量从哪里来呢? 那 圣德兰修女就说 答案就是圣体 所以每天 我们由 朝拜圣体开始 又跟圣体的耶稣交谈开始 我记得我去过好几间人外会修女的会员 跟他们祈祷 有时去做尼撒 最吸引我的 每一间的会员都是一样的 他们在墙上挂了十字架 然后写了一句话 就是《药望福音》里 耶稣在十字架上 最后来说的 最后一个句话 我喝 我喝 喝求什么呢? 就是喝求我们人的还爱于祂 其实这份圣体 耶稣愿意将祂的肉 祂的血给我们喝 给我们喝 到最后 希望能够激发我们 内心这份力量 能够还爱于祂 还爱于祂 不只是爱祂 爱在哪里? 爱那些贫穷弱小的兄弟姐妹 在他们身上 来到还爱耶稣基督 各位兄弟姐妹 让我们领性体的时候 领受性血的时候 体会到这份是真实的食粮 这份是真实的饮品 在里面 我们得到人生真正的力量 我们的肉是真实的食物 我们的血是真实的饮品 药王呼音 六章五十五战